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奉典微博 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新闻 近日 一名叫谢赫·穆罕默德·伊拉克居民 在做完祈祷回家的途中 遭遇到政府军与叛军的交火 期间他被12.7厘米的妻窃枪击中头部 但这位幸运的伊拉克居民存活了下来 高射机枪的子弹并没有完全穿通他的头骨 而他在医院苏醒时表示 并未感到任何的疼痛 十分的契机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日前中国地铁二号线上一名老外乘客在座位上晕倒 周围乘客即无意相助 并且仓皇逃促 引起车厢内乘客的惊慌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该名外籍乘客在车厢内先是倒在座位上 接着又因列车刹车翻轨在地 对面的乘客见状 立即起身逃开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该车上就已经空荡 而当站台的值班人员赶到时 这名外籍乘客已经苏醒过来 并且自行起立 随车离开 地铁营运方表示 列车货散场上慌常逃跑引发的灾害往往比事件本身影响更大 为此地铁方呼吁乘客遇到意外时 先不要惊慌 冷静判断后合理应对或寻求帮助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郭美美因涉嫌开设赌场于8月20日被批准逮捕 由公安机关对此案继续展开侦查工作 根据法律规定 开设赌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留或者是管制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下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的规定 郭美美将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并处罚金的处罚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们下期再见